上个周末,我们公司组织大家出去团建,还有爬山比赛什么的,整整折腾了一天,到了晚上才回去。 我是开车来的,所以走的时候还拉上了几名女同事,我们部门主管赵姐也在其中。 因为赵姐家是最远的一个,所以等把其他两个女同事送回家之后,我最后才送的赵姐。 路上的时候,赵姐给我抱怨,说每次团建都要搞什么比赛,把人累死了。 本来平时工作就忙,没什么时间活动,这突然一下子让人爬山跑步,身体真的受不了。 我说对啊,说是组织大家出来团建散心的,本质上却跟上班没什么两样,甚至比上班还要辛苦。 跟赵姐就这么吐槽了一会,时间也还算快,差不多半个小时后,已经到了赵姐的家门口。 我本想把赵姐放到小区门口就走的,可赵姐却说自己脚酸的不行,实在没力气了,让我直接开到她家楼下。 我便只能乖乖地开进去了,可到了楼下之后,赵姐又突然说自己家里的电脑坏了,老是黑屏,叫我顺道过去看看,反正都已经到楼下了。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,就答应了她,跟着她一起上了楼。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赵姐的家,多少是有点拘束的,赵姐热情地邀请我进屋,并让我随便坐,还特地给我拿了一双新拖鞋。 我问赵姐,电脑是在书房吗?我现在过去看看。 不急的小王,你累不累,渴不渴? 我给你榨杯果汁喝吧,你先休息一会,休息好了,再慢慢帮我整电脑。 我看赵姐也不着急,我索性也休息一下,赵姐在厨房捯饬了一通,榨了两杯稀有果汁,端到了我面前。 赵姐说,现在喝这个醉结属了,而且还不发胖。 我当时也是口渴了,直接一口气全部喝完了,我看了一眼时间,发现此时已经不早了。 就跟赵姐说,赵姐,我赶紧帮你修电脑吧,修完了,你也早点休息。 赵姐这才放下手中的杯子,把我领到了书房, 她打开电脑给我说,电脑实在是太卡了,光开机都开了好久,而且动不动就黑屏。 我赶紧看了一下,应该是硬盘的问题,还有储存的东西太多,需要清理了,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我一会就能修好。 在我修电脑的时候,赵姐不知道又去导致了什么,总之就是听到外面乒乒乓乓的声音,挺吵的,不过我也没管。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,没过一会,外面竟然传来了啊的一声惨叫。 我吓得赶紧跑了出去,这才发现,赵姐竟然倒在了卫生间的地上。 我赶紧跑过去扶她,并问她,没事吧赵姐,刚才怎么回事啊,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摔倒了。 啊,别动,疼疼疼,赵姐难受的说着。 我看她此刻,好像是被围住了脚踝,有点抽筋动不了了,于是我只能两只手拖着她的肩膀,然后把她扶到了凳子上。 赵姐,你先坐着休息一下,不行的话,咱们待会去医院看看。 我关心道,哎,真的是倒霉,我刚才想着把卫生间的地刷一下,谁曾想到,腿一酸,直接给滑倒了,真的是。 没事的赵姐,你别担心,你先坐下休息一会,看看有没有好转,待会要还是难受的话,我送你去医院。 我跟赵姐说,还好有你在啊,小王,不然的话,我自己一个人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这大晚上的我就不想去医院了,太折腾了,我都快累死了今天。 那个,你要是没啥事的话,不然今晚在我家凑合一下,等到明天早上,再送我去医院好了。 赵姐说,我肯定是不想住到赵姐家里的,毕竟孤男寡女的多别扭啊,可是眼下这种情况,我也没办法抛弃她直接离开啊, 于是只能勉强答应了下来。 看我答应了,赵姐倒是很开心,好像腿也不疼了。 她笑着跟我说,待会你把我扶到卧室去,我给你拿床新的床单还有被褥,晚上你就在客卧睡就行。 我跟赵姐说,不用麻烦的赵姐,我睡客厅的沙发就行了,反正就是凑合一下嘛,不需要再拿新的床单被褥了,太麻烦了。 那怎么能行呢?你是客人,怎么能让客人睡沙发呢? 再加上,我家又不是没地方可睡,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 今天你也累了一天了,晚上必须好好休息。 赵姐一边说着,一边已经把床铺给收拾好了。 我没办法,只能这样了。 晚上,我把赵姐安顿好之后,便也躺下了。 心想,今天一天真的是折腾啊。 白天去团建,晚上来赵姐家,又出了意外,还住到了她家里。 早知道是这样,我就不该答应赵姐上楼给她修电脑了,说不定她回来就睡觉,也就不会摔倒了,那我也不用留在她家了。 但是已至此,我也只能接受了,而且我也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,既然事情被我遇到了,我肯定是要管的。 想着想着,我就慢慢地睡着了。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,我起来之后,赶紧去洗漱,洗漱好了之后,就去敲赵姐的房门,问她醒了吗? 赵姐说,她都已经起来了,叫我开门进去就行。 我这才打开了房门,去看赵姐的伤势如何,谁知道这一看不当紧,竟然吓了一跳。 因为此刻的赵姐,脚踝处肿了一个大包,看着都疼,赵姐竟然忍了一个晚上。 我赶紧把赵姐扶起来,说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了,不能脱了。 于是我背着赵姐,坐电梯下到一楼,一路扛到了车上,我们便出发了。 还好赵姐家离医院很近,我们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医院。 然后就是排队挂号,折腾了一大圈,终于看上了医生。 医生说是因为有积液,所以才会肿起来大包,现在得赶紧把积液抽出来,然后再打消炎针。 医生开好单子之后,我就赶紧去交钱办手续了。 终于在中午之前,把该做的治疗都做好了。 而此刻的赵姐,经过这么一大圈的折腾,已经虚弱的脸色苍白,整个人都像丢了魂一样。 赵姐,你感觉怎么样了? 现在有没有好一些,脚不疼了吧? 我关心地问赵姐,已经没事了小王,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。 其实,我从小到大,最害怕的地方就是医院了,所以每次生病,我都是拖着不来,除非是真的难受得没办法了,才会过来。 但是今天,你全程陪着我,给我挂好交费看医生的,还提心地照顾我,我什么都不需要去管,只需要跟着你就好。 这种感觉,真的让我很踏实,很安心。 赵姐说,赵姐,这都是我应该做的,毕竟咱们都是同事嘛,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的,只要你感觉好多了就行。 我说,已经好多了小王,现在咱们能回去了吧?待会我点个外卖,请你吃顿好的,你都辛苦为我忙了大半天了。 赵姐笑着说,之后,我便送赵姐回家了,到了家之后,赵姐的心情也平复了好多,没有刚才在医院那种紧张的感觉了。 那几天,因为赵姐还需要再去医院打三天的针,所以我就一直在赵姐家里住,并每天悉心地照顾她,带她去医院。 正是因为那几天的接触吧,让我跟赵姐之间的关系,仿佛一下子被拉近了。 赵姐变得很依赖我,而我也发现了赵姐在工作之余的另一面,其实外表强势的她,只是在工作上的伪装而已。 私下的她,其实是敏感且细心的,而且她也跟我讲了她之前的很多事情。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,导致她很缺乏安全感,需要别人的关心和照顾。 可是另一方面,她又不怎么敢轻易相信别人,所以才会一直把自己伪装起来,让人感觉她这个人好像很难以接近。 其实,她的内心却是热情似火的,只是需要跟她接触久了,才会发现她身上的另一面。 而我,就是第一个发现她的人。 在赵姐恢复好了之后,我也打算离开了,毕竟已经在她家住了很久了,工作也耽误了好多。 她是领导,自然不影响什么,可我只是个打工的,不能再继续耽误下去了。 所以那天,我跟赵姐告别,跟她说自己要走的事情。 可没想到,赵姐竟然特别地舍不得,而且在我要走的时候,她却直接跟我表白了。 说自己其实早就已经喜欢我了,即使没有这件事,她也打算跟我表白的。 我听着赵姐跟我说着那些,心里有感动,又有意外和震惊。 但是最后,我还是答应了赵姐,因为这段时间跟她相处以来,我也慢慢地喜欢上了她。 虽然没有赵姐喜欢我那么早,也没有她对我的感情那么炙热,但是以后,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去证明我对她的爱。 希望未来,我们的爱情能有一个好的结局。 请不吝点赵子